衝那麼高 搞不好連35萬人都打不到 我認為是這樣 萊豬公投衝的速度快更多 其實這個比萊豬還好 他剛好就是在這個228年 廉價前後爆發性的成長 多三倍吧 三倍四倍 因為我記得上個禮拜 我在這邊講的時候 那時候才四幾萬份 對沒錯 然後結果一下 蹦一個架擊過來 整個就衝上來 為什麼 就是因為大家受不了 你們過去 把所有不同意你們意見的人 抹成中共同路人就算 你把國民黨抹成中共同路人 把柯文哲抹成中共同路人 把一大堆人抹成中共同路人 你們都覺得無所謂 但是現在這一些 過去支持民進黨的年輕人 支持民進黨的環保團體 支持民進黨的社運團體 他們慢慢發現不對 原來不是只有這些人 會被抹成中共同路人 原來我也會 上禮拜我們在講的時候說 下一招會不會真的中共同路人 那時候我是在開玩笑講的 真的有這一招 我是講真的 這個是最重要的一招 永遠只有這一招 你實在太小看他 我跟你講上個禮拜 你都沒有注意到發生什麼事情了 因為長老教會 一下跳出來說要挺藻礁 結果連長老教會 一度都變成中共同路人 長老教會是最支持 台獨的宗教團體 然後結果都被要抹成中共同路人 害那個林偉蓮律師 趕快出來自行處分 然後說暫停不要藻礁連數了 因為連長老教會 都變成中共同路人 連潘中正老師都變成韓粉 你看這什麼世界 台灣真的是一夜之間 就可以豬羊變色 因為他們的做法太誇張了 這些1450 包括就是剛剛 在我們那個中天網路留言的那一個 那隻蝦 基本上就是這副德線 沒事都喜歡亂造謠亂抹黑 你知道嗎 然後呢他們就這樣做了之後 引起了整個社會普遍的反感 更重要的就是 原來支持民進黨的年輕人 也被他們激怒了 因為他們發覺原來 你們是隨便什麼人都可以抹成中共同路人 你根本不管的 只要跟你意見不同就可以抹 那這種黨還可以支持下去嗎 所以這一次藻礁公投 我必須講 從本來只是一個單純的環保議題 現在已經完全變了 現在已經變成了一個 人民的憤怒 特別是青年的憤怒 而且是很多是過去民進黨支持者的憤怒 原來你就這樣一個不要臉的政權 原來你過去抹黑別人 栽贓別人 霸凌別人 都是真的 現在過去支持民進黨這些年輕人 你們慢慢應該知道了吧 民進黨就是這麼惡劣的一個政黨 只要不同意他們的人 只要意見跟他們不一樣的人 全部都會被他們抹黑成 中共同路人抹紅抹藍 就是他們的絕招 所以呢 這一次整個爆發出來之後 民進黨開始用另外一招了 民進黨還是勾改不了私事 現在開始用恐嚇 用威脅了 什麼威脅呢 就告訴你說 缺電 煤電喔 這樣會煤電喔 那個煤炭要燒更多喔 空氣污染會更嚴重喔 可是很好笑的就是 他們自己 前幾天還在刀說 盧秀燕你居然把中火關的 空氣污染並沒有減輕啊 那請問一下到底哪一個說法對 我想請問一下哪一個說法對 那如果照你民進黨的講法來講 那就算繼續燒煤 也不會造成空氣污染啊 那你就燒吧 這又是時空環境不同 時空環境現在已經 變成一天一天的不同了 是 我跟你講 每一分每一秒都不一樣 所以他們每天都在自打臉 而且民進黨忘了一件 最重要的事情 過去告訴我們台灣不缺電的 一直耳提面命告訴我們 絕對不可能缺電 2030年都不會 然後呢 你們要把核事提到的時候 你忘記什麼 你說綠年絕對可以補上 因為科技進步了 那而且你們自己說到 2025年的時候 綠年要佔20%了 我想請教一下 如果按照民進黨所說的 綠年到2025年 可以佔到20%的機載電力的話 你為什麼會缺電 你知道當時喔 他們在要反核的時候 還講什麼你知道 他們還講說 台灣越來越少紙化啊 而且呢 這些比較污染性的工業啊 這些都已經牽出台灣島了啊 所以呢 在這種情況下 台灣對電的需求 是越來越降低的 所以我們根本不需要核電廠 那這都你們講的啊 那既然這樣的話 那幹嘛建天然氣發電廠 核電廠不需要 就維持原來就好 甚至逐年降低啊 反正你們的綠能很好嘛 我現在 我過去我一直質疑你們的綠能 現在我不質疑了 我現在不質疑了 我就等著你2025年 你綠能給我發20% 這你說了 你要兌現啊 你就給我發吧 發不出來是你民進黨的責任啊 不就是這樣嗎 你自己告訴我們的 你自己要去解決啊 所以民進黨每天都用騙的 騙到後來騙到自己頭上來 他現在沒辦法 他最近王美花講這種恐嚇的方式 其實激起更多人的憤怒 他是笑著講 笑著心裡發寒的那種角 因為就一副就是說 好啊 你不要我用 你不要我用天然氣 我就用煤炭啊 就是這樣子啊 是啊 就是這樣的意思啊 就是反正 我就弄死你就對了 反正台灣人不管怎麼樣 伸頭一刀 縮腿四刀 非死不可對不對 那如果反正非死不可 那不好意思 我寧願留下藻礁 這些藻礁7600歲 我現在民財國51歲 人家應該多活的 我51歲我死掉算 就這樣子 可以啊 我就來跟你賭啊 我看你有多神 我都覺得很奇怪 現在一個鳳梨 一顆鳳梨 然後一個小小的 藻礁好了 原本在水底下 大家不關心的 可是這兩件事 就戳破了民進黨的兩個謊言 第一個 我們兩岸的貿易的狀況 被一個鳳梨給戳破了 第二個 我們到底缺不缺電這件事情 也被藻礁給戳破了 那我們看到現在很多的年輕人 站出來 我就不講了 剛剛其實有講到 這王美花笑著告訴你說 那你難道你要吸炭嗎 你要吸煤嗎 我不是恐嚇人民 我只是提醒你 藻礁你看喔 五十萬份 我這邊算 至少有五招嘛 就是說我們民進黨 是比較保護 比較愛護藻礁的 比馬維拉啦 比馬維拉好 然後呢 你不給我這個 適合三接的話 那護國神山 台積電 半導體產品怎麼辦呢 缺電啦 再來就是說 你這個 現在這個支持 什麼藻礁的這些人 都是為了要重啟核四 再接下來我們剛才討論到的 中共投入人 接下來最終極招 就是說 不要天然氣 難道你要吸空污嗎 五招下來 正好五十萬份 對不對 那如果說你再出招的話 是不是再充十萬份 我不知道 但是呢 現在看起來的招數是什麼 現在開始有點開始緊張了 開始覺得為什麼緊張 他們這邊講的 都是對年輕人在喊話 這藻礁事情 本來是一個環保議題 可是在民進黨眼中 它是什麼 它是年輕人的選票 現在幾乎不演了 羅秉承就講說 政府對保護藻礁的立場理念 對跟環團年輕人都一致 環團年輕人 Keyword在這裡 三接問題 非人民對抗政府 這是環保與環保的抉擇 好 張敦涵這個總統府發言人 也是講環保與環保的選擇 我們一直在呼籲的這一位 洪生翰 民進黨的立委終於出來了 他其實 他講的這邊 我們講的比較少一點 就是講環保與環保 我這邊看到的是什麼 他這邊講就是說 其實你知道支持 去連鎖這些年輕人 都是大部分都是投蔡英文的人 所以希望說黨內 其實要好好的坐下來 跟他們溝通 怎麼樣溝通呢 派了洪生翰 派了林非凡 說要去跟團體溝通 然後派了誰 派了林鶴明 說要來做宣傳組織 這三個真的都年輕人 都三十幾歲 我算一算年紀都比我小 但是呢 位置都做得比我高 他們三個要出來 跟年輕人講說 你們不要再來翻藻礁了 看看我們 看看我們什麼 蘇惠 零九萬 這個順從者都永生 雞犬都能升天 何況是那個 只要是順從民進黨年輕人 這是2019年 這個韓國瑜在跟蔡英文 競選總統的時候 兩個人對能源問題的一段對話 蔡英文說 台灣不缺電是不爭的事實 然後韓國瑜說 比缺電更嚴重的是缺德 這兩句話現在放在這裡 多諷刺 一個蔡英文你既然說 台灣不缺電是不爭的事實 那為什麼現在 經濟部又要威脅我們說 會缺電 為什麼經濟部現在又要去做 這個缺德的事情 既然不缺電 你就不需要去做缺德的事 不是嗎 蔡英文不要說 在2019年講這個話 上個月她還又講了一次 說台灣不缺電 在我的任內 台電的備轉容量 備轉率現在已經 增加到多少了 所以大家已經很混亂 到底是缺電還不缺電 都你們家裡說 都你說你贏 你喜歡怎麼騙就怎麼騙 是這樣嗎 立刻訂閱中天電視 支持監督的力量在中天 中天新聞不會消失 只會更強大